哈喽大家好 中国热点对标美国论剧 我们又被冰可乐的时间 聊聊中国热点的美国冷思考 我是爱钻研的夭夭将 今天我们录制的现场又有一些特别 眼尖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今天怎么突然美国人变多了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纽约市的可乐纳公园 这两天正在这里热热闹闹半美网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的体育粉丝们 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体育盛事 那当然就是巴黎的奥运会了 虽然他们早就是落下帷幕 但是中国的奥运运动员 在获得了境外最佳成绩之后 回到中国可谓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 首先他们是迎来了习近平的亲切慰问 而且还得到了从官方到个人的丰厚奖励 官方来说我们已知的 像是中国广东的省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 是给从第一至第三名的运动员 和他的教练员们获得了冀大功奖励 而个人来说 前奥运冠军王南夫妇 是一共掏出了600多万元人民币 买了三块 足足9公斤的奥运金牌 送给这些奥运队员们 当然这些奖励 只是中国的奥运队员们 能够获得物质奖励当中的一丢丢部分 而与此相对 美国的奥运冠军们回到美国 就没有这么多丰厚的物质奖励了 因为他们唯一的打赏来源 就是自己都穷的叮当响的美国奥委会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扒一把美国奥委会的财务报表和他们报税的情况 来看看美国人是如何精打细算的培养他们的奥运冠军的 这次在巴黎奥组委的网站上显示 美国的金牌数是金牌40枚 银牌44枚 而铜牌是42枚 以总奖牌数126枚是位居第一 中国的金牌也是40枚 总奖牌数是91枚 虽然美中两国的金牌数是几苦相当的 但是如果对比一下两国对于得奖牌的这些运动员的奖励金额来看 那就是天上地下了 那美国得的奖牌的这些运动员的奖额数量 实际上是清晰透明 非常的明确和明了的 这么多年来变化也不大 金牌是3.8万刀 银牌是2.3万刀 而铜牌是1.5万刀 虽然说好像乍听上去不少 但如果对比一下排名前十的全世界的 给这些奥运奖牌得主的国家来说 要不得不说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真的是有点掉价呀 因为你看排名第一的香港 那么给金牌得主是76.8万刀的奖励金额呀 排名第二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 所以你看这美国队是不是有点太寒碜了呢 而中国大陆之所以没有上榜 其实呢也并不是因为中国队给的奖励少 而是因为啊这么多年来每次给的这个奖额数额不一样 给的渠道呢又比较多 所以说呢其实很难做一个统一的统计啊 那根据中国的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 中国运动员获得了奥运奖牌之后 回国能够拿到的奖励基本上啊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从1984年中国奥运军团重返奥运赛场之后呢 就开始有了对于奥运队员的奖励啊 1984年对于奥运金牌的奖励呢 是定在6000元人民币 此后呢对于奥运金牌选手的奖励数额啊 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992年和1996年这两届奥运会呢 金牌的选手都能得到5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到了2000年新年奥运会的时候呢 就跃升到了8万元 2004年的时候呢就是20万元 那么奥运金牌得主的这个奖金的峰值啊 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当时啊是达到了50万元人民币 当然后来呢又有所下降 今年由于国家体育总局啊 并没有公布他们的奖励金额 所以呢我们也是不得而知啊 哦300万的地方政府奖励 相较于地方政府的奖励 实际上啊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奖励 那真是妈妈得撒撒水 也就是一点点啊小好处而已 你要看地方政府那才是大手笔啊 而且呢地方政府由于没有统一的奖励金额 所以说啊很多时候呢都是看心情 一拍脑袋说话 不过呢我们还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城市 它所印发的一个关于体育奖励金额的一个文件啊 就是2024年今年刚刚由福建省张州市政府印发的 2024到2027年竞技体育的奖励办法 那根据这个文件指出啊 奥运冠军得主呢是可以得到120万元人民币奖励的 而如果是亚运会和全运会的冠军呢 则是可以得到15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那如果说看看其他的各个省政府的体育总局所发的这些奖励金额呢 那就完全是看心情而定了 有的时候呢由于这个金牌分量不同比较特别 哎这个金额还可能额外的高 就比如说2012年为中国奥运军团获得首金的一丝零吧 他当年呢就得到了广东省体育基金会颁发的70万元人民币的一个奖金 还有他所落户的珠海市又给他发了8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以及他的老家也就是湖南省贵阳县又给了他10万元人民币 甚至啊就连他的老家居住地的一个叫城关七里街 这么一个地方都给他发了5万元人民币 虽然看上去很少啊 但是也是人家的一点心意不适 而这还不算广东省人民政府给他发的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这么哼哼哼哼算下来就好几百万了呀 而实际上呢如果说统计一下中国各个省 对于这些奥运金牌选手的奖励金额啊 很多都是过百万的 往年啊这些奥运奖牌得主 一个比较固定的获得奖励的一个渠道呢 就是这个霍英东体育基金会 那通常的奖励呢是1000克黄金 还有8万刀的一个奖励金额 当然今年呢他们由于还没有公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奖励 所以我们也还不确定啊今年这些奥运得主们 奖牌得主们究竟能够抱得多大的奖励而归 当然了这和西方很多国家所理解的商业赞助 那是完全不那么一回事啊 就比如说今年代表中国对获得奖牌的这些奥运金儿们 都可以获得一辆一汽汽车 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汽汽车的代言人啊 对他们来说啊 这一辆汽车完全就是友情赞助给他们的 所以呢这也和西方国家就是理解的一些 比如说你给你签一个合约啊 你就是他的商业代言人形象代言人 这个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王楠夫妇 一次大手笔给个600万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十足的金牌啊 那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在其他国家没有见过的事情 你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美国的什么奥运前辈们 给自己的后辈们发金牌的这样的事情吧 这就是因为在举国体制下 无论是吃黄粮的公司还是个人 来用这样的渠道宣泄自己的一个爱国主义情绪罢了 除了这些物质享赏作为胡萝卜 中国的奥运运动员们呢 还面临着爱国主义的大棒 让他们为国争光 因为啊在很多中国人来看 奥运会呢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 而是承载着为国争光 展现国家综合实力的秀场 所以呢对于这些奥运运动员来说呢 他们不仅承载着自己的体育理想 更多的还包括14亿人殷切的目光 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殷切希望啊 你想在这样的重压下 那是不是一定得成为勇夫 否则就是一只狗熊呢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中国的体操运动员苏伟德 在安马和双杠这两个项目当中失误 导致中国男团啊 碰尸金牌给日本队的时候 他被辱骂成为了汉奸 这些面部紧张的中国运动员啊 要不然呢就是为国争光的英雄 要不就是为国抹黑的狗熊 而他们的所面临的遭遇 也和西方国家的很多运动员 在面临失误的时候 能够得到自己队友的安慰 形成鲜明对比 就是因为中国运动员 一直在胡萝卜加大棒的驱使下 为国争光 所以呢也扭曲了他们的体育精神 和奥运精神 现在如果没有中赏 恐怕已经很难有勇夫了 然而与此相对 美国的运动员 却是一直是在艰苦奋斗的精神下 跟自己较着劲参加奥运会的 对他们来说 参加奥运 既不是为了为国争光 也不是为了挤抖黄金 而是为了自己的内心的信念和坚持 当然也不排除 有的运动项目啊 的确是能日进抖金 但是这跟国库都没有一毛钱关系 又要战斗不定去溜达 本周啊是美网的球迷周 普通民众嘛 免费就可以进来观看 世界顶级的网球选手来打球 像今天上我们来呢 就看到了美国著名的 像高苏啊 德约啊 那到下周的时候呢 中国著名的这个网球选手 郑庆文也会来这里参赛 当然了 免费的就只有这周了 大家要赶紧抓紧时间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在这边 有很多的这种大的亭子里面 都会卖一些像纪念品啊 还有很多餐馆 20 还可以哦 你还有一个小球 可以跟他一起 我觉得这边是 巨大的球和迷你球拍的 绝妙搭配 相较于一毛不拔的 国教委会IOC来说 你要说美国往前 那真心是有钱啊 今年呢 单打冠军 360万刀抱回家 是不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由于美国税法规定 凡是非盈利组织 你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 但是呢 你必须要做到财务公开 所以呢 依照美国税法501条款 而建立的美国奥委会 同样每年呢 也需要把自己的990表格 税务公开 而且啊 由于美国没有体育总局嘛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 美国奥委会 他每年的报税 还有财务情况 基本上就可以反映 美国这一个国家 对于奥运会 包括奥运会选手的 培训和后期的奖励 整个的投入是怎么样的 美国奥委会 不接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 除了一些跟残奥军人 退伍军人的项目 有关的活动之外 基本上呢 中国政府的收入呢 是不需要给奥委会的 也就是说 纳赛人的钱呢 是不需要给美国的奥委会的 而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来自哪里呢 基本上有以下几个部分啊 比如说个人的赞助啊 赞助商啊 以及这个奥运标志的使用权啊 还有电视转播权 也是一个大头 另外呢 就是粉丝购买周边了 而他主要的任务呢 就包括 比如说这个奥运选手回国之后 要给他们一些奖励啊 以及日常的培训设施 甚至包括一些健康 还有心理健康的服务 但是真的 只有是真正进入到奥运赛道的 美国的这些运动员 才能够享受这些服务哦 在之前的节目中呢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跟举国体制办奥运的中国不同 那美国的这些奥运运动员啊 那都是苦哈哈的 自己前期的训练呢 都得自己买单 可悲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那在没有动用纳赛人 一分钱的情况下 这美国奥委会 是如何让自己的运动员 站在了奥运奖牌的头名呢 那么由于今年美国奥委会的收支情况呢 我们必须要到明年的报设计开始以后 他才会公布嘛 所以我们只能拿到2023年 美国奥委会的这个财务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来看总收入 那么总收入也就是revenue 也就是还没有扣除花销 这一部分的钱呢 是达到了2.56亿刀 那这总的这么大一个盘子 实际上呢 有几大部分呢 做了一个饼状图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大部分呢 也就是赞助商和这个奥运logo的使用权 他可以占到他收入的70% 在去年的时候是达到了1.8亿刀啊 其实呢 自从这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 那个之前的节目 我们不是也给大家介绍过吗 美国的那位游伯罗斯 开创了一个私人办奥运的模式 使得赞助商啊 成为了之后所有奥运会主办国必抱的大腿 小小的一个奥运logo 哎 值老钱了 第二部分 contribution 也就是捐赠 这一块呢 在2023年呢 是他收入呢 是达到了4700万刀 那这个contribution呢 是专门由USOPF 也就是美国奥委会下属的一个机构 而负责的 那这个机构呢 实际上是2013年才成立 他主要的任务啊 说通俗一点 就是拉赞助 哎 他从成立至今呢 已经是给美国奥委会啊 是拉了3.7亿刀的赞助了 是不是一个钞票生产机啊 而他现在呢 又立下了一个宏图大志 那就是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 要再拿下5亿刀的赞助 加油吧 第三块主要的收入来源呢 就是电视转播权了 但是我们知道啊 由于2023年没有奥运会 所以这一块的收入啊 是少的可怜 只有12万刀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2023年没有奥运会 所以收入大减 可是支出并没有减少啊 可以看一下 2023年美国奥运会的支出是2.87亿刀 那其中最大头的呢 就是促进运动员优异表现支出 这个支出啊 占到总支出的70% 那要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也是美国奥委会最引以为傲的 因为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 你捐赠给我们的钱 我们70% 哎 都是回馈给运动员自己的 那下一个类别呢 是占17%的促进体育精神 那所谓促进体育精神 也就是搞一些活动 哎 促进这个公正 平等 多样性等等 这样的一些 价值观的一些体育精神的活动 第三 也就是占总开支13%的 叫社区增长 其实通俗一点 就是跟赞助商 拉赞助商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看看这个 一亿刀的 投入在这个运动员身上的 也就是最大头的 占70%的这一块的投入 实际上在这里面啊 差不多有一亿刀呢 是给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 包括NGB的一些奖励和津贴的 那这其中呢 有1700万刀 是给运动员发津贴 还有1700万刀呢 是cover他们的医疗保险 另外有2000万刀呢 是给促进女子 就是不会在运动场所 被性侵的一个 非盈利组织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加点法啊 2023年 美国奥委会的总的收入 进向呢 是2.56一刀 支出2.87一刀 所以亏损呢 是3100万刀 其实呢 相较于其他的一些 没有奥运会发生的年份 他的这个表现呢 也算是比较正常 因为呢 没有电视转播权嘛 所以说少了 这个比较大头的收入 就是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当然了 这呢 也只是反映了 这四年一度的 这个奥运会里 另外三年 美国奥委会的收支情况 那么为了反映 在奥运会期间 美国奥委会 他的表现又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一看 2022年 也就是北京举行 冬奥会的那一年 美国奥委会的收支情况 2022年 美国奥委会的收支情况 2022年美国奥委会的总收入呢 是3.45亿刀 总支出呢 是3.27亿刀 实际上盈余啊 也就1800万刀 其实也不多呀 就连天补 2023年一年的亏空都不够 那我们来看看 他总收入的来源 跟2023年 是否有所变化 他3.45亿刀的 这个收入来源啊 第一部分呢 仍然是赞助商 和商标使用权 占到了50% 可以达到1.72亿刀 其次呢 就是电视转播权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奥运会一开 电视转播权就上来了 可以占到总收入的37% 可以达到1.3亿刀 再次呢 就是捐赠contribution 又是4000万刀 那我们再来看看开支啊 开支呢 其实最大头的一部分 仍然是给运动员投入的开支 可以达到1.8亿多刀呢 这其中啊 有1600万是以津贴的形式 这跟2023年其实差不多 但是还有额外的560万刀呢 是给金牌 还有其他的奖牌得主的 就像我们前文介绍的 比如说呢 我们说的金牌 一个人呢 是3万多刀 银牌2万多刀 这个铜牌呢 是1万多刀 再来看看医疗保险这一块 由于呢 当年不是美国队 要派运动员到别国去参加奥运会 那肯定要在当地 提供一些医疗的支持和服务 所以这一部分的开支呢 还有额外的400万刀 给运动员在当地 提供一些身体方面的 一些纠正和服务 第二个支出比较多的部分呢 叫做社区成长 也就是跟赞助商 有关的一些活动 这占总支出的23% 达到了6700多万刀 这也可能一小见嘛 毕竟是在奥运会的年份 那肯定和赞助商的活动呢 也会有所增加 那自然是这个流水的银子 流水的花呀 所以可以看到啊 即便是在奥运会的年份啊 由于说呢 虽然收入增长了 那支出呢 也是水涨船高的增长了 因此盈余啊 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以上这个页面呢 都是美国华尔文会公布的 以年份为划分的 每年的这个财务的 公开的一些情况 而且呢 它都做成了饼状图 或者是列表 所以即便是一个财务小白 也可以一看几斗 非常的清晰可见啊 而如果你想特别清楚的知道 它在一年里 花在软件维护上多少钱 花在油资上多少钱 花在设备维护上多少钱 你还可以点击 它的财务报表 还有它每年的税表 就可以了解到一个更加清晰 和更加细节的一些 它的财务情况了 那从以上的信息呢 我们就能感觉得到啊 美国的这些奥运选手们 他们为国家摘金夺银 却没有一个官方出资的 一个官方机构 来为他们作保 有的那只是一个完全民间资本来运营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而这个非盈利组织为了能够得到免税或者税务减免等优惠政策 还必须得满足美国税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财务透明 而这个财务透明揭示出来的状况呢 又是这些运动员在前期培训和训练的时候 的确啊都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的资助 完全是靠自身的实力和训练 才站到了奥运的赛场上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也难怪啊 在这次奥运会期间 有不少媒体都爆料出 美国的这些参赛选手 有的是工程师 有的是医生 还有的不得不在餐馆打工 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呢 就比如说代表美国队进行篮球三人比赛的 Canon Barry 他呢在上大学期间呢 就是大学的篮球明星 而且呢 他攻读的是物理学的专业 在研究生的时候呢 是变成了合工程专业 就在他奥运会参赛之前的一个月 他还在这样的一个 在工作和奥运赛事之间的这两边 来进行他的生活 虽然他在时候回忆的时候说呀 这样的生活可能并不完美 但是呢 他很感谢自己的老板 给他这个机会 让他能够抽出闲暇时间 去参加奥运会 而这呢 也正体现了奥运精神 也就是要克服一切万难 来实现自己的奥运梦想 尼克芬克 这次呢 他代表美国队呢 是摘取了一枚游泳的奥运金牌 在他在乔治亚上大学的时候啊 他就是该校的游泳明星 攻读的专业呢 是WE电子工程 这也是华人特别熟悉的一个专业啊 现在奥运会结束了 他又回到了达拉斯 继续他的全职工作 凯特·霍尔姆斯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 现在呢 正在纽约市的西奈山医院 准备完成他的博士学位 这次他代表美国队参加的项目呢 是基建 那要说这次代表美国队参加奥运 最卷的一个选手就是 Justin Best 你看这个名字就像 Just Best 我是最棒的意思 那这个小伙子真心不容易 才26岁 人家在投行工作 虽然是个初级分析师 可你想投行这么大压力的工作 人家还能挤出时间参加奥运训练 最终代表美国队获得了赛艇的 男子四人单奖比赛的冠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他在比赛一获了冠军之后 就把自己LinkedIn上的profile 从初级分析师底下呢 就写上了奥运比赛的冠军 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要说这个小伙怎么能有时间挤出时间来 还在做什么奥运赛事的训练 你看他每天的日程表 你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自律能力了 他每天早上五点半钟就起床 五点半到八点半呢 是他的训练时间 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呢 是他的工作时间 此后的三个小时他又投入到了赛艇的训练 一直到八点半之后晚上回家 再进行一个短时间的工作 晚上十一点钟 熄灯睡觉 就这么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进行着这样子的高强度高压力的 连训练加工作的生活 最终啊 让他获得了奥运金牌 而且还抱得美人归 因为这位年轻小伙 有志青年啊 在他获得了奥运金牌之后 还跟女友求婚了 哎你看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美国梦实现的故事呢 回顾奥运历史 曾经核实 奥运赛场就是给普通的 业余的体育爱好者竞技的舞台 就在电视转播旋推出之前 国际奥组委IOC 还曾经有过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 就是所有的参赛选手 都不可以接受任何 哪怕是一点点的经济的资助 1912年 又是一位美国运动员 Jim Sob 他曾经在当年的奥运会上 获得了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金牌 却由于他在大学期间 收到过一笔非常小的数目金额的捐赠 而被国际奥组委取消了他的金牌资格 一直到1983年 也就是他试试的30年之后 这枚金牌才重新又回到了 这位英雄的手中 这件事想起来 可能要让现在不少的被商业利益熏陶的 奥运会的运动员感到汗颜 因为曾经和十 奥运会的运动员 他们就是因为对体育的热爱才参加比赛 而不是为了金钱 然而在时下的中国 在他举国体制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早已把暗运丧场变成了意识形态争斗的舞台 变成了政治宣传的机器 还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由于当年还发生了汶川地震 当年为了宣传奥运会 一位山东的坐鞋的作家 甚至写出了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的所谓诗句 值得庆幸的是 想象这样的时局 在今年的中国的互联网内 我们没有再看到 好了 又到了我们网友评论时间 那么上一期呢 我们的节目是关于 为什么相较于中国的习近平来说 美国总统不能够轻易玩失踪 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 其中一个网友说 人家去哪儿有义务告诉你吗 你谁啊 真可笑 其实我想跟这个网友说的是 我不是真心关心习近平到底在哪儿 但是呢 就像当年像是李尚福 或者是秦刚玩失踪一样啊 我们来看最近在互联网上 非常火的那一段采访视频 就是哈桑采访高志凯的那一段 这个尖锋对决啊 那个哈桑一直穷追猛打的 问着高志凯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秦刚究竟在哪儿 这次呢 我们其实也是如法炮制啊 想学一学他 就是习近平你消失了 究竟去哪儿了 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国家里面 我们非常想要知道 这些莫名其妙失踪的 这些所谓的高官也好 或者是异议人士也好 你无论从他在他们身上 安了什么样的罪名 你说他身体状况有样也好 说他腐败也好 请问你的这个人最后去哪儿了 他就人间蒸发了吗 如果是腐败 你的审判又在哪里 是否有总司法程序呢 而这个人一旦被捕了 他最基本的人权又有何保障呢 如果说在这样一个专制体制的国家 这些问题自然是永远没有人回答你的 而作为一个民选官员 作为一个最高权力的民选官员啊 我想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他去哪儿他可以说 嗯这是我的隐私 你无权干涉 但是作为一个民选官员 如果你真的说你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 请你回答民众对你的提问吧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 我们点赞收藏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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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